剛才提到25件驗了就有11件 結果是陽性的反應 換句話說不合格率是高達 換算一下是4乘4喔 為什麼這麼高 是不是我們的廠商都已經習慣了 剛才講一定要調色 或者是說這個好像上游 全部都是來自於同源 所以全部都是調色的 對 我剛剛也滿驚訝說4乘4 可是另外一個滿高興說 還有5乘6是合格的 你真樂觀 我還聽我同事說 你去把那個合格名單拿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哪些是合格 它可以抗拒這樣的大廠的競爭 它可以不要調色 不要去追破主流 然後用些化學料在裡面 那這個一定會這麼高出來 因為大家就比如同一個進口廠商 那進來就劈啪 像大統劈啪全部放出去了 像昨天雨昕什麼金靠 那一次都給5家廠商在弄 是 對 所以你就會 所有的廠商用這個方法 你就會用到這個顏色 那沒有用到這個 我也會自己去調整這個顏色 因為你賣得好 你賣得好我就必須follow進來 我跟進 我是老二哲學的 我跟著你 我山寨板 我一定要跟你一樣的顏色 對 所以你看我們本來一直強調的 綠色消費 現在可能要再重新省思 這個綠色到底是什麼東西 會這麼的綠 你剛才提到說